在工地上就是不好线 不过这个工地还好 你看全是水泥路 卸了一半 这是新建的足球场 在浦东这边 长这么大 从来没在工地干过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卡车嘴哥 说实话 进工地干过挺害怕的 不知道为什么 里面的铁钉太多了 怕把轮胎扎坏 我昨天晚上几点钟 五点半就到这边了 本来说蟹的 但是有一个路段 有点上坡 它铺了钢板 刚好又下的大暴雨 我爬了两次都没爬上去 后来又开了双区 再上去爬 还是爬不动 没卖吧 只能今天早上来借货 这是昨天晚上 买的是吧 是吧 铁钉钉 叫到外卖 是不是饿了 苦不苦 不上学苦不苦 回家会不会好好上学了 确定吗 这两个一卸完 你看你就省事了 这砸掉吗 这砸也没砸掉 定的太多了 这是卸货的第一现场 太麻烦了 这个你看 这是前面是刹车刹的 我绑了四根蒙带 我拿掉两根 还有两根 看鞋成啥样了 他的木箱的 虽然说是木箱装的 但是不结实 他们开刹车开的不专业 这里面干活的开的刹车 不是专业开刹车的 如果专业开刹车的 不会费这么大的劲 他还不敢走 你看太高了 放矮一点不就OK了吗 放矮了 其实这种货 挺好装的 也挺好卸的 但是你要遇到 开刹车技术不好 他就比较好卸了 这里这里面好大的地方 刁车 你看这个上海足球馆 在浦东这边 里面但是没去看 可能不让进 我们也没有安全帽 没戴安全帽 这样算是留一个纪念吧 你看上海足球馆 我为他拉窝破 也有一份功劳 看到没有 这个箱子 他就是放在外面淋的 跟起来就不怕雨知道吗 他非让盖雨布 我都不知道咋想了 知道吧 他是不是感觉 不让盖雨布 他心里不舒服 看拉到这边 全部在这边淋的 真的想不通 为什么非要盖雨布呢 这东西本来又不怕雨 写着最后遗产 看到没有 这距离这么大 他说我拐不过来 有没有开插跳的时候 看一下 这个距离 能不能拐出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插下来了 看这好不好 这在上面开的车 真好 第一次见 是 还给我 承一下地方 说的 这是操纵的地方 真好 第一次见这个 说实话 有时在工地卸货 太难了 知道吗 像我们遇到的也多 脾气要好 不能给他对着干 他说什么就是试什么 要不他就想着办法 收拾你 对不对 哎 反正怎么说 货因这个行业 到哪里都受欺负 没办法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卡车旅哥 请帮卡车旅哥 转发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